10月19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特区立法会发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,聚焦政治、经济、民生、人才等领域,在着力提升治理水平方面,李家超表示,会在决策架构、系统目标、领导决策、权责分配和执行机制等领域,完善治理体系。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,进一步用好财政储备,以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,我会在今年内成立特首政策组,提升政府对长远和策略性议题的研究和倡议能力。 在日常决策方面,我引入红队概念,红队扮演批判反对的角色,协助全面检视决策和执行计划的效果,堵塞漏洞,优化政策。 李家超表示,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,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,金融服务业是香港最大支柱产业,香港特区政府会采取几项措施,全面提升香港金融服务的竞争力。 一,提升融资平台国际化,二,强化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优势,三,加强互联互通,四,发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,第五,强化资产和风险管理,以及第六,不断提升金融科技的竞争力。 创新科技是激活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。 李家超表示,为全速引领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愿景,特区政府会在今年内推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,就四大发展方向制定中年政策。 第一,完善创科生态圈,实现香港再工业化,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。 我们会设立一百亿元的产学研一家计划,由明年开始,以配对形式资助不少于一百支有潜质成为初创企业的大学研发团队,分两期完成它的项目。 第二,庄大创科人财富,增强发展动能。 第三,建设智慧香港,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。 第四,我们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同时巩固香港国际化的优势。 李家超表示,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,亦是内地堆接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, 因此,香港必须更积极进取地抢企业、抢人才。 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,成立人才服务窗口, 在各驻内地办事处和海外的经贸办, 成立招商引财专组, 从未来基金撥出三百亿, 成立共同投资基金, 以引进和投资落户香港的企业, 推出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, 逻置这些人才来香港发展, 优化现有的多项输入人才计划, 加强吸引力。 以及第七,合资格外来人才, 在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后, 可以申请退还在港置业, 以缴付的额外的印花税。 李家超表示, 解决住的问题是本届特区政府施政的重重之重, 要解决住房问题, 需突破性增加房屋供应, 打破房屋短缺的长期困局。 目标是在住的问题上, 让市民看到希望, 早点上楼, 住得大一点, 推出全新减约公屋, 未来五年, 兴建约三万个简约公屋。 轮航公屋时间即时封顶, 目标是结合简约公屋和传统公屋的总供应量, 将现时六年的轮航时间封顶, 在四年之内, 即是二六、二七, 降至四年半。 新建单位面积要封底, 所有在二六、二七年到起, 落成的支座出售房屋, 一般实用面积不少于26平方米, 新落成的公屋, 一至两人的单位除外, 一般的室内楼面面积不少于同等的水平。 谈及青年问题, 李家超表示,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会在今年内公布首个版本的青年发展篮图, 勾画政府对青年发展工作的理念、目标和行动。 提出一系列措施, 协助青年人解决在学业、就业、创业、 置业上面对的困难。 为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公共事业, 加强和政府互动互信, 我们会推出青年参与倡议计划, 为协助青年发展, 我们会推出更多的首置土地。 政府会研究不同的方式, 增加青年宿舍供应, 包括资助非政府机构租用合适酒店和旅馆, 并且将房间转作青年宿舍用途。 目标在五年之内提供额外约3000个宿位, 青年支付的租金亦为市值租金的六成, 并且需要承诺参与地区或者资源服务去回馈社会。 李家超表示, 未来五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, 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, 自己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, 期望与香港市民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, 更有希望、更团结的香港, 共同开启香港游致极新的新篇章。